清溪郊野公园位于上海最西端的金泽镇 轨郊17号线坐到朱家脚站后 乘坐青浦28路才能到达 自驾会方便一些 景区有四个停车场 P1停车场离公园入口最近 从停车场步行到核心景区将近三公里左右 可以徒步或者乘坐景区电瓶车 电瓶车往返30元每人 公园内有湿地大连湖河流60多畝的水山林形成的水上森林 大量水生生物和鸟类 是上海唯一一个以湿地为特色的郊野公园 水上森林所在的生态保育区 需要公众号领取免费门票刷票才能进入 高大的水山生长在水里 各种鸟类将窝安置在树上 树林不时传来鸟鸣声 游客走在水上栈道参观水上森林 春秋两季是水上森林游览的最佳时间 春季水山新发弄芽叶子翠绿 秋季水山叶子变成金黄色 仿佛浓重的水彩化 在这里横拍树拍航拍 分分钟都是大篇 大莲湖内还有近百亩的芦苇 水鸟众多 深秋时节 芦花纷飞造就了一个很诗意的景点 芦雪迷宗 大莲湖顾名思义 莲花出名 到了夏季 湖中荷花盛开 公园还建有樱花大道 到了春季樱花真香绽放